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要上来最后冲刺买月饼 买些应哲东西 或不应哲也好 自己把握时间就早点上来 通常都会静点 但也要方便一下网友 最主要我们真的要 尽我们能够做到的努力 也要继续向前奋斗 因为呢 这一段时间我是接触一些商界的老友 为什麽呢 那这群傻子实在没有工作 所以常常会找我聊天 问我怎样 然后就顺便收集 又吵架一下政府 希望我反映 我说不用了 我说全香港都知道的 有些人要不知不觉 即是没有能力 就要各自为征 老实说 如果我做特首在很多限制之下 那究竟我真的在怀疑 究竟行政会议 他有没有掌握着 一个方向 给一些局长呢 譬如说 现在不要说那麽多了 这些事情都搞定了 麻烦你们不要说那麽多 关于政治的 topic 麻烦你做每一个政策之前 你的brainstorming 红组 看下会不会影响 那些香港人的心情 看下会不会影响到消费市场 我想他没有了 你只是见到 你只是见到 现在的各个department 各自为整得很重要 譬如说 区议会是否属于民政事务 那些 是不是跟警察开会 大家是不是 抄牌抄得少些 那些街市 不要赶到那麽绝 看下会才会 那些黄牌 就不要下面 就是刚刚我楼下的 不要说去哪里 免得被人针对 喂 只是被人罚六千元 一个月都罚了四五次 哇 那你 大哥 一元一毫这样赚的 去那门生意 多凄凉 去到这些环境下 你真的很难有厚望 再莫说 我们伟大的祖国 现在的经济 都自顾不下 其他不要说 只是说那些 年轻人躺平 喂 我当然永远都不赞成年轻人躺平 但是你不躺平 就会有事给他做 不失业 喂 九元一小时都抢着做 哎 你什么都不愿做 九元一小时都去做 都要有才行 知不知道 那些人说什么 上面连做鸡都不靓 你 就是没有工作 你就连做鸡 经济也好 很多人叫鸡也好 不是啊 这个很简单 我做鸡被人收拾一擠 一口水来 五盆东西好吗 喂 那我都没钱 那什么时候去找五盆东西 哪里找五盆东西去做鸡 喂 又没有爱国有效 好了 以前还有一些台湾佬来做生意 不是日本人 不是外国也会有 喂 你搞香港人 香港人 就算一个星期上去 香港三百多万男人 都不是那个叫鸡 也不是那个色灵 喂 他帮不了你这么多 一百万人天天叫鸡 好吗 喂 你这么多鸡 是不是 每个女儿都帮你一夜 喂 你一天都是收拾一两三口水 你又要给这样那样 怎么够呢 是吧 很麻烦 那你说 那条水 看下去看不到 那你的外贸 各样东西 是吧 先不要说 如果地产 看着这样的环境 喂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 因为我作为一个流行 今天我很多事情讲的 今天节目 有一次招巴一条人 我很久没有招巴去 我也不想招巴去 其实 为什么呢 都是黄友 你知道我们 我刚才知道我们那些 阿毓文说的 那些是叫什么 你两个 什么富人之人 喂 这个吴志森 是我们的网友 他就说 賓州长河水喉 一早传过来 我立刻看完那条片 看完那条片 是 哇 你真是 不过其实 他说特朗普 其实不是特朗普 很狠狠 喂 其实呢 他一向都是这样的 是 所以我们都 见惯不怪 你真是见惯不怪 你真是没办法的 喂 他真是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香港人 你真是没什么用 那样那样 又说顾着回大陆玩 看不到什么 一会儿再说 我免得这么快 那些怒火 交代不了我应该要交代的东西 好了 那我们营业就仍然继续了 是吧 去到五点钟 喂 你不再找两个钱 喂 现在也不是在说 要多多多少钱 要防机 不要让公司跌入 一个叫危险线 嗯 这个很重要 因为呢 跌入危险线 只要我不跌入危险线 我仍然呢 会在那里奋斗 甚至乎 那些朋友看着什么 我看着 喂 是不是可以置业 喂 那当然还没到时候 虽然我看到 有些嘉湖山庄都卖到三四百万 嗯 那我是不是要买一间屋呢 有些村屋 那是比较远的 但是我习惯的 嗯 那三丘连天棒 即使它这么远也好 我不要说哪里了 那其实在黄市正常市 都五六百万 嗯 那现在三丘连天棒三百多万 那我如果再停下来 是二百万 但是我自己做过成交 如果要去到我自己做过成交的时候 香港就很麻烦了 因为我自己做过成交的 一间村屋呢 是一百万松一点 一栋村屋 二千一百尺 那时候 早几年在买一千五六万 那些呢 其实我四五百万 我也做过的 OK 那我要跌到那个时候 那就很难了 好了 为什么说难呢 喂 你只是看看现在的拍地 可以怎么卖 喂 你现在随时整天 有些人是很坚持的 但是 喂 有时候真的会有一些楼 譬如说 喂 我不要理你几十年楼了 喂 太古城 什么六百尺 六百三十多尺 喂 六百多万 或者不要 六百多万 一万元一尺 哇 你跟着那些什么浩景花园 当然远一点 你知道什么浩景 什么青龙头 深井那边 多时丢死那些 喂 丢死猫狗 丢死几十只 还没有人过去 他一向是低水 一向都是 喂 六七千元尺 喂 那你一这样想 你就大了 他们现房子 不要想你 入去 那你现在建筑成本 香港 喂 你普普通通 我说你cheap 点 不要搞到这样 你四五千元尺 建筑成本 那我哪有人买房子 这个世界 喂 哪有人投地 于是乎 你就明白了 当时 为什么呢 叫那些发展商 恒机为主 卫生界那些 保地价 啊 保地价 回来 不保 怎么保啊 保了地价 喂 去平屏 不要说多了 他六七千元尺 面粉 加上建筑成本 利息 即是 成本 13000元一尺 喂 现在卖 9000元一尺 15000尺 新房子不同 你要记住 永远呢 最好的区分 是先发展了 永远也是 这件事 越发展越偏远 或者真的不太方便 不太成熟 好像你说 舊 美孚新村 人家很成熟 黃埔花园 也很成熟 喂 喂 那你给我买楼 楼不行啊 西九那些 你不说 喂 IPO 那些我不懂 我不说 為什麼 我只知道 我常常拿着那些 我只知道 IPO 贏了我们 好 不是India 是Indalicia 即是 德成固融 又不要那么衰 即是说 上星期的网友 心急人说 他喜欢了那女儿 我的国家 喂 喂 好了 跟着你说搞那些 你之前不是讲过的 去年还是前年 现在没有讲 又是什么虚拟货币 哈哈哈哈 国际虚拟货币 中心 就是国际科技中心 喂 现在真的啊 你想想什么 陈怡啊 林作那间是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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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想 喂 你又说 就国际精典中心 你真是什么 精典中心都没有你份 喂 喂 我们真的完全没有云行 今天本来呢 原本呢 今天有三个人 我老婆大抱希望 我没有出声 来见公的 是 三个人呢 有两个 disappear 失踪 哦 一人就说 刚刚有事 不知道什么 喂 喂 我一点都不惨意啊 这个就是 现在的现实 好奇怪 你瞧瞧什么 我刚刚上个星期 四 跟我的老朋友一起吃饭 即是我趕着走 那晚 他们知不知道 你跟我怎么说 你现在还这样啊 你们 我不管的了 我上次请过人 喂 有手有脚 两行鼻涕流着下来 流着下来 快来六十岁 我照请啊 立不少新的朋友 照请啊 他说 为什么 没有人 没有人做事 我说 他说 不过他说 很奇怪 一个月后他们发觉 这个 两行鼻涕那一条子 是最能做的 好 但是 这是一件事 当你看到一条子 两行鼻涕的时候 你怎么请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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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真的很凄凉 所以呢 呃 我想大家都真的 我再一次说 真的要好好地珍惜 就是 譬如中秋智和家人吃餐饭 很开心心 有什么搞 想不通的呢 就找人聊聊天 啊 就看看怎么捱过去 一定是 hard time 哎呀 你每天都在那里唱唱唱唱唱唱 不肯被你唱到糟了 那我唱好了 唱得糟了吗 不是我唱好了 喂 我真的啊 喂 喂 好啊 明天快点 总锤 买股票 买楼 唱好 不是我唱好 不是我真的去看买楼啊 不过呢 我觉得它真的不够便宜的嘛 最近我又不是打算买楼 因为呢 我将租药呢 住到明年三月呢 又够了 那我业主当然那些楼子 我们去签药了 我们这么好客 但是呢 我和老婆说 不要签住 为什么呢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呢 虽然租没有什么便宜的路 看看有没有地方 就是 可以 搬好一点点 为什么呢 我在那里十几年楼呢 我们现在很厌尖的 喂 十几年楼 仅有些东西 虽然我业主已经是 要什么他就换什么 但是呢 有时那些东西呢 正住过房子 住过房子就知道 他仅有些东西的 一到就没办法了 十几年 屌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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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部冷气啟動 三部电话 三部电话 都开肉 全都开不出 我那么神奇 因为大家如果来到來 都知道 我们有A B C D E 五个室 他说 只能开到 A 室 即是我们正在做这节目的 然后 B C D E 四个都开不出 在他打电话之前 E 突然间自己用了 即是A B C 开不出 那么我呢 我就回来搞 接著我回家吃,我家子已經聯絡了管理署等等 冷氣壞是很平常的事情 對不對?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 四部獨立的冷氣 在同一時間買,我真的覺得這個機會率 低到簡直是沒有得低 好了 那些冷氣師傅上來看 由於他上來的時候 我E 室,就是我平時做寫石樓的E 室 他康復,他再看一看,沒有燈,沒有燈,沒有燈,OK 唯有是OK 好了 B 室,原來電腦買賣了,那就真的壞了 至於你說B,C 室 他突然在他們上來的時候 好想回來 只是說多塵要洗 難道我沒有賣神? 我真的想不想通 這些地方舊了,就有這些事情 我真的不奇怪,但我不說 快嚇到一些人,不想來 是嗎?有什麼事,有看到什麼事 我和Vinson在那裡 然後我一向聽到應該來 在我猜D,E的位置 誰的位置? A,B,C,D,E D,E的位置 最遠的位置 什麼聲音? 雷洋聲 B,C,D,E的位置 Vinson 走去看,我看不到的東西 那當然是看不到的 喂,不是啊 你又不要走 我又不要吵 喂,阿姐 你有什麼事你跟我們說啊 你不要搞到我的電話 真的啊 是不是 你有什麼事可以跟我們說啊 你雖然不能報夢給我 最多是宵夜的那些 哇 不要緊 叫明天 風水豪收到呢 過兩天過完節 回來 看看什麼 喂,風水豪怎麼樣啊 不是啊 據說上次說特朗普還會被人暗殺多一次 是嗎? 是啊,是啊 不是啊 是說特朗普還會被人暗殺多一次嗎? 我現在跟你說啊 現在這樣搞法呢 你真的 就算你贏了也隨時什麼 不是啊 首先你贏不贏到啊 首先你去之前可能已經死了了 就算你選中了 一樣繼續來 即是金賴迪 甚至乎現在 我們這兩宗也好 第一宗還未知 譬如這一宗 他甚至乎更加容易 他不需要找什麼人出手 即是暗黑集團 因為他的善道足夠的仇恨 給你這些民眾 喂,不要緊的 我真心希望啊 屌你老母 你賀錦麗 你一想一定要贏 一定要贏 你只看一看 其他事情我不說 差不多現在全台灣 屌你老母都是支持 賀錦麗的 因為他們 台灣人真的很狡猾 他們覺得呢 特朗普會不肯看著他們的台戲 賀錦麗會看著他們的台戲 是籌碼來的吧 他們覺得 OK 那沒所謂的 你就繼續支持他 他們說什麼呢 喂 屌你老母 特朗普只顧著美國好 是不是 他不在外國的 即是他們的 不看別人 即是他作為世界警察 看著自己好怎麼行 老實講 作為世界警察 他自己也不好 怎麼看你呢 沒錯 是嗎 他自己也不行 台灣要想想 誰能按對面 你根本都沒有這些事情 你現在害怕別人的 你都不需要這些事情 老實講 喂 甚至乎有時候我覺得 是不是那些左派 是不是樂見這個事實 他們當然是說什麼 兩黨共識 是兩黨共識 做給你看的 有些 就算民主黨也控制不到 有些暗黑制力 他們是不是要賣更多的武器呢 是不是要欺騙你們做更多 你們未必想做的生意呢 等等 是吧 當日特朗普就 有一個問題 他是大口 什麼都說了出來 OK 那你就看看又怎樣 沒什麼所謂 好了 我們先看看新聞 剛剛這個香港餐飲管理協會的主席 梁振華 今早就接受港台節目的訪問 就說 剛剛過去的酒樓生日 剛剛過去的酒樓生日 明天是中秋 其實歷年也是 除了中秋正日以外 其實之前的星期六日 就是最旺的 那 應該昨晚和前晚是熱鬧的 因為不是每個人 譬如分家 正日就可能去 回媽媽家吃飯 那星期六日就外母外父了 真的很正常 好了 他說呢 對比一下 去年同期 記住 是去年同期 我現在不是在說 跟你2019、2018那些比 是去年而已 台數下跌了一成 生意額下跌了一成至成半 那他認為呢 經濟不好當然影響生意啦 去年花400元 今年是300元 305元 變相我們的生意額都低了 那這個就一定是沒有辦法的 那事實上 其實各樣成本 我跟大家講 好像現在我們難請人 於是乎人工 我們很難壓低它 其他成本沒有什麼變底下 那 給些什麼你吃呢 如果大家又出去吃飯呢 他會發覺那些東西越來越細碟 那些這樣的材料 所謂就越來越 沒有那麼貴重 但是收你的價錢 也仍然是這樣 但是 怎麼都比我們偉大的祖國 我的老友 即是上個星期 這個蝕到空虛的老友 今天下來講 他說 他有個老友 即是我的老友的老友 就留他大約兩個月前 就搞當 現在是時機了 搞當 講釋海先 好 這樣說 那 我老友當然不習慣 就勸他 你不要祭 現在這樣的環境 但是 我老友的老友 就覺得有危就有機 就在佛山 搞當這個 也有不少人 我不知道 室內 可能坐十幾十張桌 但是室外幾十張桌 雖然是這個規模 他出了什麼招 一元碟蝦 的一韓一隻雞 哇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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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餓一隻雞 雞 都得兩台客 對 晚上 做 他相識的那些政府部門的情況 他跟我透露,我真的不知道 他說糧仍然可以出的 不是說你們說那些 但是那些獎金那些 全部由去年,即是2023年那些到現在都還沒出 就變成減工,獎金也是一部分 嚴格來說 於是你們這些人都自己想辦法 沒有三分之一的收入 所以我問他現在怎樣 他說現在是等什麼呢? 第一條火柴,這句我就不明白什麼意思 這樣我不明白什麼意思 好了 他說 北上造貨的客人比例不是很多 就是梁振華說 他始終一家人上去,要搭車,要搭船 當然 這一段時間香港是多了人的 但是酒樓連月餅的銷量都不理想 比上年銷量減少了 他說現在看到連藥材店買 變相將市場額分了出去 大家競爭劇裂了 這個當然 我上個星期各位網友 就已經是把我所有我訂的月餅賣光了 我沒有額分了 但是我老婆事不行 那時候我星期三 於是乎 就入多了幾箱 又不是很多 誰知道我打算星期六搏殺 誰知道是落落大雨難門雨 結果我剛剛進來之前問一問他 還有多少罐? 我們就OK 還有13罐 比起外面好很多 當然我不會減價 因為我的月餅是過了一節都可以吃的 各位 如果還沒買月餅的 記住 如果你要送禮 或者自己喜歡吃榴槤月餅 吃好的榴槤月餅 你不要跟我講 深圳幾粒都有 你們好多東西 你們好多 二十元一隻雞都有 未吃一份 是不是 有 那你就吃過 吃好的就過來找我們 OK 好了 另外 未來三天的武火龍活檔 亮真話就說 武火龍也可以 因為他們建制 不過 你武火龍也賣那一大路由紀 你不會沒有火龍旺銀去西營門 更加不會旺銀去營門街 過到青山道 亦不會旺到新街沙田 那你永遠都是 有做好過沒有做 但是我又落定時間狼 我恐怕 連附近那些餐飲都未必受惠多少 以現在來說 可能你多買兩罐東西 好了 至於美麗華集團的首席 營運總裁 陳忠義 就說 旅客來得比較慢 而現在尖沙咀酒店區 入住率大約是89% 預期中秋能達到92% 跟去年差不多 是不是這麼好呢 其實 就是這樣說我有信 沒有必要說謊 有89% 但是 那個多少錢 那個酒店費 他說 不過 他又說 為了吸引遊客 他們現在是為了 減價的 尖沙咀和銅鑼灣的酒店都有減價 兩者大約是減了 尖沙咀減12% 銅鑼灣反而減得更多 減了兩成 其實如果說銅鑼灣是旺的 但是傳統酒店區的人 那些人 都真的尖沙咀 集中一點 旺一點 減兩成 他說 由於日台韓 匯率較低 他說 很多客人 無論是西方客人 或是陸客都寧願外游 香港匯率較鄰近地方為低 他說 對呀 脫歐 所以我很贊成脫歐 他認為要靠辦 政治突破 要搞政治突破 但是各自推廣的年代已經過去了 要元首提供特色活動 有呀 紅貓政治 現在 維園有兩個紅貓 還有什麼呢 我們有什麼 忘記呢 他說好那麼多 其實老實說 問心一句 你去到現在 現在呢 真的 我們不要說 叫雞你搞不定 你搞一些 原始一點的 盛事 我覺得反而多人來看 當然要宣傳 不是馬上行的 譬如你說 搶貓山 吵你了 拍到屎地出馬 吵你了 上去又打 吵你了 吵你了 是不是多人來看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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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些人都說 這樣就不見 是 是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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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你沒辦法 我不是開玩笑 你真的 你要想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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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以前 現在我們當然覺得 這些是很黑黑的過去 以前的人呢 來香港 那個所謂的東方 Oriental 其實就是有一種 mystery 有一種神秘 來探奇 就好像我們去東外馬仔 以前來香港 吵你了 無論有人在街上 吵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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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蔥 那些七彩薑絲 刺身 要擀一下擀一下 他們的那些 順德如山 玩魚片 喂 我覺得真的可以 好啊 你搞什麼 你紅貓 田雞山 田雞山當然可以 好了 美城月餅 這件事我不特別講 曾思偉那些 也沒有什麼好講 我只是想講一個論點 啊 第一 就是 就只有我們香港人 或者香港特區政府 妄自匪薄 你看這個 抓住這一間 香港美城的廣州市美城食品的限公司 即是香港美城的 那些老闆也是廣州人 搞了幾年 部署 其實他也是想在大陸賣香港的高端月餅 即是香港這個名字 某程度是還可以的 或者我們 反過來看 要不扮香港品牌 要不扮外國品牌 是的 就永遠不會扮大陸品牌 國產品牌 大陸品牌 人家看不起 大陸人看不起 沒有錯了 即是其實 你既然是這一點的 那你做些事情 做了所謂的盛事 你都會想 啊 嗯 你說你有沒有看熊媽媽 我用什麼在你那裡看啊 華服我用什麼在你那裡看啊 是不是 這些事情 就是這麼簡單 至於 你想想 警察 或者執法部門要做事 因為根據你一查 美城食品集團的地址 哇 原來有 四十間公司 在用同一個地址 在細橋商務 那這個呢 喂 分分鐘呢 不是啊 其實 四十個都不止 但是都說了 用這件事來看 那你覺得黎智英那個 不是很可憐嗎 嗯 是吧 好了 另外呢 香港記者協會 發現近月有數十名記者 受滋擾和恐嚇 應該你早兩天 大家也有看過這篇新聞 好了 海外傳媒協會 也是香港的 就呼籲外國政府 向港府交使 咦 那外國政府 會不會向港府交涉呢 喏 我不講個別的個案 我講一單半單 喏 這個化名阿葵 的自由新記者 阿葵 今天接受商人台訪問 她說 最近兩個月滋擾情況較嚴重 是吧 包括有電話恐嚇 抹黑信件 甚至連隔壁屋都收到 真不知道老爸媽的隔壁屋都收到 她說自己是自由記者 做了四年 副刊和專訪類型報道較多 最早的報道追溯到三年前 就已經受到滋擾 接著就暫停了 但最近六個月 亂涵探廣東話的人士 說來自國安處 聲言接獲舉報 恐嚇 你現在做的事要立即停止 阿葵說 她用化名做事 而且沒有寫敏感報道 相信受制要是跟自己過去的報道 有無關的 但是 她說她自己跟其他記者相關的其他身份 就比較尷尬 可能令人采解 她在這個訪問中 她沒有說過她和其他記者的其他身份 是什麼身份 她們在做什麼 OK 喏 如果我不管她在做什麼 如果正在做犯法的事情 我就拜託執法部門去抓他們 如果正在做的事情 是政權不喜歡 不過沒有犯法的 那我就想問 那為什麼 如果個別一個半個 好像她剛才所說的事情 我也收到了 收到什麼 因為我的勤騙電話 我們不能夠肯定 但是其實大家有看報道 有很多個個案 喂 是很明顯的 家人 家人 過關 就馬上知道 好了 那你這些 是什麼人會有這樣的資料呢 喏 入警署啊 等等 各個大部門 都呼籲他們報警 說他們沒有這樣洩漏 那我一定是 信任我們這些政府部門 但是 如果是這樣 喂 真的很令人奇怪 那你警察 警察部 是不是真的要 嚴肅調查呢 喂 沒有出來她交代 喂 當然沒有 叫你報警 是啊 叫你報警 叫你報警 是啊 警察怎麼說呢 他說 如果香港是一個法治地方 如果有什麼地方 立即來報警 就報警了 喂 你起碼要出來 做戲 現在連戲都不做 我說過 說出嚴重性 香港是法治社會 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 是絕對不能用 下山三千字 先別說你抓人不抓人 你連這些客人都沒有 這些都是任何社會大新聞 當然是巨新聞 記者啊 會直接調查 怎麼會有些海關 或者一些報門 怎麼會有些報警 怎麼會有些報警 是不是有呢 或者沒有都不訂 就調查 要調查 要調查 要交代 有空有些報門的黑客人被人入侵 什麼都有 你這麼肯定一定沒有 不是啊 她沒有說 不過她現在不交代 沒有了道 喂 接連在這幾個月 幾十個 又說有起底法之後 不會做這些事 喂 還有說 你說如果 可能是不是個別藍絲做呢 就算是個別藍絲做 她也有料才可以的 即連家人是誰 我知 旁邊的屋都 地址旁邊的屋都寄了 是吧 這件事真的好 很嚴重 好了 另外 昨晚北角開槍事件 案情 不在此詳述 都悲哀的 今天呢 警方的 港港總區刑事總部的警司 閃國明出來 說這件事件不幸 開槍是恰當的 亦都是別無選擇 我不知道究竟現場情況 是不是這樣 他們說 開槍的時候距離1.5 1.5就很近了 OK 首先我們看一下 這件事都要講案 一人報警 被人襲擊 是媽媽來的 逃出了屋外 跟著屋內 還有她死者的老婆 還有兩個同屋主 可能天棒的屋旁邊的屋 這三個人呢 就把自己反鎖 妄外 就這樣看呢 即是沒有人有即時的危險 是吧 媽媽走出來 好了 警察接報 分 由接報來到 那時候 處到 發生槍擊 都uyo 很急,於是警察不能穿衣服 誰知警察警告他,放下刀 誰知警察沒有放下刀 如果警告他就會放下刀,那就不用報警 就衝到警員到 於是警員在別無選擇之下 因為太近了,就向著胸口開槍 他死者到下,警員即時跟他搶,急救 但是送去醫院的時候,都證實死亡 現在呢,首先這件事,我就不會怎樣 鵝紮警員是不是開槍,或者怎樣 因為真的又不知道,其實現在做個報告出來 我們都不太相信,那一刻才慘 又不知道現場情況是怎樣 但是,我就聽下去,我對警察完全沒有反感 不是說有什麼判斷 我覺得 你有幾個人在天棒上面 他衝過來,其實真的有其他地方可以打的 不過你說打到他手腳,即使 是不是能夠阻截到他那個來勢呢 因為,傻嘛 精神病嘛 還是 喂 喂 有人根本是騰到他手腳 根本不是說要看什麼方向 因為也有記者問過 閃國民警司,是不是要打胸口 閃國民警司就說 開槍時候,情況危急 是別無選擇 我都不懷疑這個選擇 但是,都打到胸口 沒有第二槍 如果你說有第二槍,就是向天開一槍 那你第二槍的時候 打到他的胸口 目標比較容易命中 那我又容易 理解一點 喂 真的按他不停 繼續衝過來 是不是 那就等警察去查吧 是不是 但是,你說 就真的不要自己欺騙自己 各位網友 我就真的沒有歧視 但是,你說如果 你知道你隔壁屋 會有個精神有問題的人 你說你怕不怕 你想一下 上次我來的廣場就是這樣 你怕不怕 跟著你政府有十大區措施 有什麼措施呢 現在又來多單了 記者問他 他說,符合國際準則 我不知道國際準則是什麼 一下就要向心口 謝謝 好,休息一下